上海徐印路地鐵站附近小區 民眾和全身防護衣的防疫人員不斷推擠 防疫人員圍成人牆挡住大門 雙方插眼打起來 在廣州週二晚間愤怒的居民 籃子 板凳 甚至腳踏車拼命往門口丟 沒過多久 大批穿防護衣的鎮暴警察就來了 而廣東東晚也有抗爭 或許因為示威多點爆發 廣州 上海 還有鄭州紛紛閃電解封 上七期發生暴動的鄭州富士康 終於能喘口氣 大陸高壓管制 國內反抗南串聯 海外繼續聲援 習近平下台 共產黨下台 共產黨下台 德國華人高喊習近平下台 加拿大總理也關切 諾貝爾和兵獎得主 菲律賓記者瑞薩認為中國的守法和俄羅斯差不多 大陸自信管控壓制了白紙革命的規模 瑞薩提醒 小心中國對外打資訊戰 別讓反對的聲音也在世界各地消失 TVS新聞最後報導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